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然後包括了教育部長 還有署長全部都道歉 那剛剛他提到的一個話題就是 特權 因為最近這一個兩個字 這個在生殖民眾心中 剛才提到的包括了疫苗的特權事件 我想到的是 陳振文的事件才剛剛發生完 五目單純嘛 你就是大官們 就可以在週間的時候 帶著七小帶著朋友 然後去那邊 VILA那邊違反防疫規定 然後大家呢 是在車上拉下口罩喝個水 被罰錢 特權印象深植人心 再來就是這一次 看起來又是大官在做上路艙 選手主角 本來奧運就是為他們 他們要去比賽的 然後結果他們居然是坐在經濟艙 變成配角 所以民進黨道歉這麼快 會不會就是一個所謂的 消民一直以來的特權 被人家批評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年輕人嘛 大家年輕人一定看不過去 因為我們喜歡的選手 過去在世界上爭光的 然後你說啊 或是有些什麼 抗中保台派的 過去還會把自己說啊 你看痛擊大陸選手什麼什麼 他就是一個代表 中華建俄的代表 結果現在呢 現在他去做經濟艙啊 看似這個經濟艙事件被罵就升級 其實剛剛從韓濱哥跟上志哥都有提到 民進黨政府的一些官場的樣態跟文化 那其實這件事情對民進黨來說 為什麼你看他反應這麼快 但是其實在昨天他下午到傍晚 晚上一直出現一連串的這個 從蔡英文到蘇貞昌先從臉書上到面 IG上的這個都是危機處理 都其實在滅火 因為這一連串其實從之前在疫苗 民眾小老百姓還在苦苦等待 第一劑疫苗 很多人都第一劑可能都還沒打 那官員已經在研究 第二劑打第二劑 然後所以這種差別的待遇 延伸到上個禮拜週末 爆發了這個陳振文的事件 當這些官員的享受成為日常之後呢 那民眾的被相對剝奪感 以及那種差別的這個階級 跟差別的待遇 就會非常越來越深刻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跟蘇貞昌昨天要滅火 但是其實在滅火的過程當中 你以為他們當真無辜不知道嗎 我先講蔡英文 蔡英文昨天不是人家在講說 他那個IG上就有PO了一個經濟唱嗎 結果後來他趕快刪文之後 他把他變成說那個排的 那個中華隊選手在排隊的照片 這一張露線被網友抓包了之後 雖然也有人在幫他講話 說總統已經道歉了 就要救著那些官員 你們把官員放在體育署署長 或在體育署甚至教育部成績 那都是沒意義的 你們要問說你們自己在 究竟把這個事情放在心上放多少 那當然蘇貞昌今天又開始就講了 說因為開始有媒體問他說 哎呀這個作次表 你們都不會先了解嗎 那中華隊的選手跟那個官員 和這些陪同去參加奧運的官員 怎麼安排你們都不會了解一下嗎 蘇貞昌不是說嗎 他說總統跟我都不會去看到 飛機的作次表 但我要告訴大家 這是蘇貞昌的片面的說法 就像我剛剛講的 蔡英文表面上說道歉 那但是就趕快把那個 他早上發過IG下架 然後三文換另外一張IG 那蘇貞昌說他不會去看作次表 但是不要忘了蘇貞昌 你以為蘇貞昌真的那麼不細心嗎 真的不會鑽牛角尖嗎 他是全能細節王啊 他之前有沒有看到 在高雄去墊那個高雄龍總醫院的高雄陳慶吾那個分院 問院長說停車位有幾個 結果分院長答不出來 被他墊個叽叽歪歪的 然後就跟他說有幾個 我比你清楚了多少不少 然後大家就笑說 行政院長你開始去算停車位了嗎 變停車管理員啊 這還是一兩年前的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 他之前跑去新竹縣 視察一個國小的工程 就前兩天而已啊 對啊 然後結果我就問說 你知道這四周中什麼數嗎 教長答不出來 學校的人工程人員都答不出來 校長本來想說你應該是要問我停車位吧 然後我備好停車位 對啊他不問停車位 他就問數啊 他說以前種了黑板數什麼 他開始對四周校園 四周種了哪些數 如數加稱 開玩笑你一個那麼重視職災 那麼重視停車位 你還知道那個數量有幾個呢 行政院院長 你會不去看座次表 而且這個事情是 不只是你蘇貞昌 你教育部長潘中文 還有包括這個潘文聰 跟這個總統蔡英文 你們之前已經答應選手的 你們之前已經說給外界聽 公然的承諾 以後中華隊我們的國手 我們的代表團出去 代表的就是台灣 我們的這個體育實力 我們的這個競技的這個英雄們 你每次回來都要講說 台灣英雄啊 真心英雄啊 然後辦一個大遊行或幹嘛 然後總統府接見 然後辦一個很冠冕堂皇 很很官樣文章的這樣一個 其實就是在趁人家的熱度 趁人家的人氣 然後佔人家的光 然後趁人家回來 那個餘溫有在 台灣的投射都在 這些英雄身上的時候 你們就不斷地去趁人家 可是當你和你的幕僚 還有你的行政院長這些人 都說出去說以後 這些英雄出門 只要出去回來 都搭商務艙 結果不小心就跳票 表示你們有沒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這個就凸顯什麼 做表面功夫啦 然後結果呢一下子3IG的文 或者是說我從來不可能 去看坐姿堂 這些說法都是什麼 矯情 根本就是演出來的 甚至我覺得演到 演技有點難看 你看矯情還有這個 奧運的主角是選手 不是陪同官員 結果底下這張照片 你就站前面啊 你還敢講 如果他要這樣講 奧運的主角是選手 以後官員要跟選手拍照 你官員全部給我蹲下 總統跟院長你全部蹲下 然後官員選手就全部站在後面 然後總統跟院長就在旁邊拿布條 你不要覺得總統國家高高在上 不就是人民的選出來的人嗎 總統跟院長又怎樣 包括議員立府 又怎麼樣呢 不就是幫老百姓服務的 這是民主社會 我們強調的民主價值不是嗎 難道你真的以為你在做皇帝嗎 官員跟立委跟議員跟總統 大家就拿著布條拿著東西 這樣子拿著看板拿著牌子 在這個選手旁邊 然後當選手的背景 這種什麼不對呢 主角是人家 要不然總統你下去比賽啊 總統你去報這個羽毛球比賽啊 院長你去報這個游泳啊 然後那個官員體育署長 教育部長這些人 你們去報那個田徑啊 抱歉喔 你們可能連這個一個我們臺灣 不要說全國運動會或是大專運動會或是虛運 你們可能連城市的運動會 那個都沒辦法出現喔 你的資格都沒辦法 所以當運動場上的主角賽事的光環跟焦點 是這一群中華健兒們 是我們這一群這個代表我們出去為國爭光 能夠比賽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體育 和運動的實力展現出來的時候 你們這些只會在臉書 只會在IG 只會在網路上發發文然後拍拍照 然後表示說你有什麼政績 你有什麼攻擊 然後很重視體育 你很重視整個運動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在這邊全部好像 搶足了美光的焦點 還有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講到 包括剛剛我看到你們這個大題目上面 有寫說選手搭高鐵北上 看到那個照片 你看這個隧道要落枕了啦 真的是為選手打算的話 你就不會從頭到尾的行程安排 包括旅速 包括這個經濟艙商務艙的爭議 或是住五星級飯店 四星級飯店還是三星級飯店 叫人家世界球後戴志穎去住三星級 你這些官員跑去住四星級 然後說因為距離球場 距離運動場上比賽場上進 所以安排 我這不相信調步是只有馬德洛那間旅館 日本那麼大 四五星級三星級的旅館房間那麼多 你光是看那個房間小角的 擠在那個牆壁還有廁所的旁邊 你就知道那個是真的很low的啦 跟官員一住一個晚上四五千塊 然後戴志穎住一個晚上兩千多塊 那差太多了 所以你連坐都沒坐 你連安排都沒有安排 你從頭到尾從這個坐次表 到這個旅宿 然後到住在哪裡 到這個什麼要不要北上 還是直接從這個高雄 這個左訓中心受騎之後 從高雄小廣場直接出發 你都沒有想到這些細心 就表示總統蔡英文 院長蘇貞昌 教育部長這些官員 你們根本完全不用心 你們只想要去收割人家的東西 你只想要在人家回國的時候 或出國的時候發個照片 然後鼓勵一下 蹭一下顯示你們大官的關懷 這個都是不必要的 所以我想說 為什麼講矯情就在這裡 因為當疫苗的時候 你們是這樣對民眾 當解封還沒開始的時候 只是微解封 你們的陳正文心 正面南部中心的執行長大官 也是用這樣的帶家人度假的方式 享受這樣的一個日常 所以我剛才特別強調那句話 當民進黨政府的官員 把享受當成日常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他們對於這個 他們出了包 然後或者影響了社會觀感 或引起大家的非議 有什麼特別的這個感受 只會覺得這是我們理所當然的 而當這些所有的一點點的新火 就像這個新火燎原一樣 集結成整片的這個排山倒海的 這個壓力已經批評的時候呢 他們就意識到說 這個好像對他們的這個執政形象 對他們這樣 開始就要切割 開始去罵教育部 然後把火就設在那個停 停頌點跟火就設在 這個體育署署長上面 問體育署長要不要下台啊 不拔官無法平息民怨 我開玩笑的說一句啦 你們每次都說回答要究責要處理 不拔官無以平息民怨 這很多民進黨的議員 民代都在講要究責 要究責的話 民眾很想講一句話 救民進黨的責 把民進黨整個政府 現在是鬼馬旁 把民進黨整個政府 從總統到院長到部長 所有的官員全部換掉 把政府換掉 民眾最爽 民眾會最開心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 最初就也許是否已經到了 最終的 收拾賣一下